明天一早要配新陈疫苗第二次了啊 然后差不多是在第28天的时候配 所以现在我需要放井水 因为不能用任何含有消毒剂的水去那个堆 所以从今天晚上开始的话 就喝井水到明天 然后再到明天晚上 截止都是井水 明天一早正好配 否则哎呀我一出来不后 又想出去玩了 狗在这儿好好呆着好不好 吹着电风扇还不行啊 还要怎样 呆着 登坑 回来 不准乱跑听到没 我们家狗子现在还是很听话的啊 一叫就回来 耳朵卷了耳朵卷了 我给你把耳朵卷回来啊 哎呦怎么又卷 你这个自然卷 你哥是毛自然卷 你这是耳朵自然卷 哎呦你呀你也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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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呦你也来 哎呀哎跟他们相处就是简单开心 上面已经在灌井水了啊 估计要灌好久 然后我先去到时候去找找我们家狗 之前不是又搞了两只刺猬吗 然后一直是我叔叔捡的 一直是我们家狗发现的 然后昨天晚上那两只刺猬 所以把种子那个那个网把它弄破了 然后跑掉了 也省得我放他们了 就希望他们跑远一点吧 这个家伙都没跑远啊 回家等会 等会 咻咻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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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着水缸灌水的间隙啊 然后 做了一个面条的浇头 啊嘿 干嘛 这家伙小家伙特别黏我 这样最好呀 听花就好 对吧 等啊 你现在就是抹布 来 你信不信我哪天拿你擦桌子 啊 长得像抹布一样 哦 雨 我得处理一下 这里面 很有像 这种像蜈蚣一样的虫 这种虫子很毒的 以前我见到一个人皮肤上被这虫爬了 然后 全都是伤 全都是那个中毒的迹象 所以一定要把它弄掉 别让我们的鸡倒霉了 我叔叔家的那个 小白鸡 就比我那个大鸡